6月22日上午10点半 一名装扮呈送餐小哥骑自行车的抢匪 在圣保罗姆龙比一家银行门前 抢劫一位取款15万8币的顾客 随后被路上民众发现 人们高喊抓贼 正好此时有一辆警车路过 警察果断开枪 击毙了夺路而逃的抢匪 看了这个新闻 观众称警察行为是为民除害大快人心 在巴西抢劫银行取款人 极少有抢匪被击毙或被赌 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乖乖交出钱 破财免灾 少数不同者或被枪杀或被枪拖打的头破血流 多少年来 唯有今天 抢匪撞到了警方的枪口上 落得最有因的下场 说到许民众提款被抢的可怕经历 体会最深的莫过于华人 由于经营方式的不同 许多华人需要到银行提取现金 于是就成了抢匪最爱的目标 顺手列举及及格网民案例 再次提醒华人 千万不要到银行提取大额现金 否则 轻则失财 重则丢命 1999年 华商夫妻为了兑换美金 需要提取八万八币 巴西银行规定提取超过五千八币 必须提前一天预定 第二天 夫妻两来到银行 在贵宾市办完提款手续 银行职员将八万现金 给他们分装在两个大牛皮纸袋中 这对夫妻走出银行 开车直奔家里 然而刚到家门口 就被骑摩托车的两名匪徒 用枪顶住脑袋 命令交出前来 男性华商交出了一个牛皮纸袋 然而强匪却用枪敲着女华商的头 威逼交出另一个牛皮纸袋 显然 抢匪不但知道他们取了多少钱 连如何分装都已清二楚 不用说是银行的内鬼 与劫匪内外勾结作案 事后华商夫妻去找银行要求调查 银行不予理会 因为拿不到证据 他们只能自认倒霉 而22日发生的15万现金抢劫案 再次说明了银行内鬼的可怕 2004年一位华商到3月25街去提3万现金 他以为大白天又带了三个男子投往银行 不会有问题 谁知从银行出来不远 就被两个持枪匪徒拦截 尽管他们是四个男人 但手无寸铁 如何反抗持枪歹徒 无奈只好交钱保命 2015年 一位华人老板到银行提12万8币之前 他曾多次提款没出货事 因此放松了警惕 取钱后 他到停车场取车子 虽然有司机陪伴 但跟踪而来的抢匪 冲进停车场里 命令他交出钱来 他犹豫迟疑了一下 就被抢匪打成重伤 随后巨船被抢走 针对华人的抢劫 匪徒手法不断翻新 最近家住坎皮纳斯的华人 突然遭到同座公寓楼内的抢匪劫时 家里被搬箱倒柜 劫后一片狼藉 据悉 匪徒采用的手段是 以租房子名义 获得公寓楼的钥匙 然后时机一到 就对华人实施抢劫 华人被抢暗鬼 多得不胜连举 但犯同样错误的华人 大有人在 希望大家感发该视频 让侨胞警督长眠 防犯避免后才又丢命 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订阅我 并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您